經過吸收器滑鼻都沒有那麼嚴重 但它直接噴入我鼻子 令我鼻子開始爛 裂開了 兩年前4月17號 我記得現在已經是4月21號 我多了兩年 我不停地鼻子開始漲 滿口牙齒 然後上下的牙肉腫漲 整條鼻子沙漲下的 和上面的上下互相摩擦是同意的 整條鼻子沙漲下的牙齒都軟了 酸軟 你看到臉都腫了 臉都腫了 整個腫了 在去年學了長生學的時候 我又沒有救了 我可以得到師姐師兄他們給我鐵理 但是他們真的很慈悲 來到我家幫我鐵理 但是我體質太弱了 我幾天後大感冒 我只能夠軟她的師姐好 我不想把我的病傳給她 她繼續為其他人朋友 又會給到其他人 所以等我好翻臊 另外是李環芳 師兄來幫我調理 她幫了我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覺得她很忙 因為她專注重症病 她經常出外出外子 我說我和別人 給她們連續的聯繫 我是不僅自己做的 但是我很可惜就是 老師教她說 你的手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我所有都不能做 因為我的手也放在這裏 不用一分鐘 我又在這裏扯到口不通 所以我只能夠坐在這裏做功課 我不能夠去調整 不能夠調整我坐在這裏做功課 我又心如意 馬國中而責任 我是覺得我的教員 是得不到多少的益處 但是我竟然跟這小狗填得到 因為我完全做不到 在這裏之中 我的小狗是五磅的蟲豬狗 有一天我下來餵牠的時候 牠坐在那裏面 有沒有震 我問牠做什麼震的呢 我早上當然是閉狗糧 拿狗糧給牠 一直給牠 一直向後吞 糟糕 當然不舒服了 那我下意識就抱著牠 那我就坐在那裏面 當時我不是跟牠調 我完全在心裏面沒有這個感度 就是我又抱著那支嬰兒那樣放在那裏 我手就放在那裏面 啊 竟然因為牠就是小狗 我手按到牠的詩 七強按到牠的詩矣 在七分鐘 是不知怎麽看 我又沒有想到我跟牠調 又不是任何的思考 之下不懂 意識裏面一放 在七分鐘後 我扶著牠的手沒有力 放下牠 牠就跑到狗糧沒有吃光了 就是我這樣 沒有怎麽去用認真面子的 我潛意識裏面也有這個反應 所以大家 你們給我真是 分給不給啦 你們這麽好的 只是小問題 一定好人好 這樣 阿托師兄就說 你這次 你離學吧 我說 我很對不起 我因為我沒有跟別人調 所以我沒有這個機會 她說 你是這麽特別的一個個案 幫你治病 讓老師和你開月 所以他們很慈悲 再次多謝 高師兄 她很慈悲 特別安排我 有這個機會 但你們不要偷懶 你們最少要做六十個小時 幫大家伸出愛心的手 幫大家治療 那你明天就會坐在這裏做呼吸班 讓老師親自同意開月 因為老師和我親自開月之後 我覺得我是一個全新的轉變 這個轉變 我告訴大家 你會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開心得很厲害 我第一天來的時候 我除了還有告訴你 我是十月的時候 我忽然要到發炎 痛到我癱瘋癱癱癱癱癱 但是我不可以吃藥 因為我翌日要驗血 在兩個月裏 至二月 我用了十種antibiotics 入了四次急症病 看了七個專科醫生 都搞不定我是什麼事 驗七次的小病 一時又一時沒有 所以我的病是很嚇死人的 最後看了苦科醫生 她說 從尿到發炎 因此是印度的酵母菌發炎 兩樣一起發炎 但你吃一粒 比如說我只要吃十三粒 我還要兩種的酵母菌發炎 這兩個月我再見到谷大 那口腔 接著就由印度的發炎 引致口腔的酵母菌發炎 又更加旺化到 左線的舌巾 好像一堆堆枝 在那裏關在那裏 你通得不動 你不懂得說話 接著慢慢就噔 這一邊又這樣刪了幾樓 又回到這邊 連續這樣刪一次 真是很高興的 痛得很痛 那這次來的時候 老師在第一天 我輪不到開戀 我是第二天 但當時我的小腹是痛的 我現在還有小的不適 我坐過的時候 我不要像你們坐得那麼直 老師說坐直腰 我站在那裏 還要兩手捧著小腹 因為痛了 但是老師一路和開戀 我感受到這個 前場是不完全不同的 我感受到那種能量 當我捧著肚的時候 咦 痛少了 很開心 第二天是輪到我開戀 是在上過之前開戀 老師給我開戀 然後我坐在大腳板上 哇 我又痛了 痛得很厲害 但是我知道這次 是很轉反應 是很痛 如果站在我一定是指導人 我也是捧著他 但是我就很乖 我這五天上過 我沒有三分一分鐘 我全部都是在那裏做工 是年功 在第三天 老師給我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他那天是跟我們 用一個轉變方法 我跟大家說過 我不能夠填整 這隻手不放得 我只是坐在那裏 我一邊去想 我想一整 我每天都是想其他的東西 我不整得下來 我完全覺得自己無效 但是老師當日他引導我們 怎樣去轉變 怎樣去放下我們深的責念 是幻想 然後慢慢從一個月後 逐個逐個這樣下去 老師一邊說 我一邊做 我感受到那些光的出現 我看到那些光就是大家 一開始是淺淺淺淺淺 慢慢墳上 很漂亮 好像老師說 我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但是我這次有夠了 因為我有感應 那些光慢慢地上 有個眼 有個C6那裏 然後老師說去C7的時候 咦 不同色 變成了普通的光 而這光是在這裏 引到我的頭那裏 然後逐度想 想到老師說去C1的時候 想著那些光向上 我幾年真的覺得那些光是在下 向上湧上的C7 我連頭頂都發現 以我一個這麼多病的病人 我去年是沒有特別用功的 這次老師一開月一帶來 我立即好像 圓著一個很大的轉變 一個很大的 不只一線處光 我還是有很多燈光 好像大光跟照著我 因為昨天一位大師兄幫我調整的時候 早上來幫我調整 他一路調整的時候 我問我為什麼 我正在一路斬 我其實閉上眼睛 我為什麼我正在斬斬斬斬斬 都不停的呢 我說我正在可不可以不動呢 為什麼我會斬呢 因為我見到好像 一堆人插著 那些絲方跟對著我那樣斬斬 那些光不停地斬斬斬斬斬 不是因為我控制不到 我只看到這毆在這裡 很不停地斬斬 我跟阿達先生說 我問你知不知道你像用光炸機 哇 因為機關槍很掃射我 那些光照在我身上 就噴噴噴噴 直接插入我身體裡 我眼一口就閃閃閃閃閃閃閃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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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我回家 我昨晚是外出外吃飯 但我很少出去人 我那時是六點多鐘 在車上 給我眼睛 我因為我是個交通 我在車上 我是尾巴連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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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我閉上眼睛 想有沒有東西 光又來了 我想我很開心 我這麼強的光不停地射到我的身體 晚上我又要試試自己 好 我晚上十二點鐘 只剩下廁所的燈在睡房裡 又試試做 也有光 我眼睛又不停地斬 但當然那光是比較暗暗一點 我五點半 早上起床的時候 然後我不用去睡覺 回到床 很累 她又斬了 我說死了 你不要來 我要睡覺 我斬了 我不需要睡 她又不停地斬 所以我說 不因為外面的光影自由這樣反應 而是老師 也要用到我們開月的時候 還有引到我們用了轉月的議員 我是得到很大的反應 今天又再來大師兄幫我開月 我又被人家人送謝 她後來說 你很停的 你能力很強的能力進入你的身體 強一會兒就受不了 休息一會 所以我和大家交代一聲我的經驗 是因為我自己是這麼多病的 你們時常開一份就死了 我這麼多飯一起開 但是我現在有這麼好的轉變 我不只看到全國 我看到大方 一個重生的希望 那你現在的小福是怎樣的? 我現在沒有了七至八成 但是你剛剛的答案 哈哈哈哈 OK, that's it 再次感謝這麼多位師兄 多謝你路線 和我開業的教授給你 好,OK,OK 希望大家明年繼續努力 好